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美国的一个长期的临床实验 是随机分组临床实验来研究如何能够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 糖尿病这个事情可不是一个小的事情 也影响到我的家人,我家的姨妈,还有我的公共都得了糖尿病 还有一些并发症,所以对这个事情我很关注 糖尿病现在越来越普及,因为跟肥胖、不良生活习惯动的不多有相关 在美国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在美国糖尿病大概能够占到10%的人口 同时65岁以上岁数比较大的人更是受这个影响 大概能有29.2%的人65岁以上都得了糖尿病 同时还有一种叫做糖尿病前期就是已经开始耐糖性不好了 慢慢以后就要将糖尿病发展 那些情况已经能够在65岁以上占到50%了 在亚洲的,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稍微好一些 还是好一点的 但是亚洲人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都可能跟医生的交流有问题啊 或者心理打触啊 所以有三分之一的亚洲人得了糖尿病前期的这些 已经到达这个标准的时候 他没有及时就医 所以我今天一个视频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糖尿病 什么是叫糖尿病前期 然后还要分享一下这个数据 真正确实是有办法能够来把这些糖尿病前期的人 他们的风险降低 延迟或者是甚至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不得糖尿病 好,这个实验呢 是美国国家出资的一个实验 这个是在1996年到2001年这个之间开始的 那个时候呢 选的是那些已经有糖尿病高危的这些人群 他们呢或者就是身高体重指数超标 所以亚洲来说呢 22以上就是超标了 同时呢 还要有一定的这个糖尿病血液的检查的指标 就是空腹血糖已经超过了 已经在95以上 但还不到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标准 或者呢 就是服用喝了这糖水之后呢 这个血糖的耐受 这个胰岛素敏感性不够 然后他喝了糖水之后的血糖就飙升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 把他们有3000多人进行分组 分成三个组 一个组呢 就是实行生活习惯的改善 包括给他们16次的一对一的培训 让他们能够通过降低饮食中的热量 然后同时增加运动量 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能够降低体重降低7%以这个为目标 这是第一组人 第二组人是吃一个对糖尿病有效的 经常常用到的药叫二甲双瓜 每天吃两次 然后第三组呢 就是也给一些培训和教育的信息 但是没有什么严格的这种培训 好 跟踪了2.8年之后 平均2.8年之后 就发现那些进行生活习惯改善的人 确实延缓和降低了 在这段时间里的糖尿病的发生 降低呢 降低了58% 那个什么都不做的那些人呢 100个人年这个单位之内有11个人 如果是用了这个生活习惯改善的人 就降到了5点几 那些用二甲双瓜的呢 也有一定的效果 他们也减了一点点重 他们的对这个糖尿病的延迟呢 是31%没有那么好 没有生活习惯改善那么好 还有人就要问 哎呀 这个生活习惯改善 它对减重真的有效果吗 在观察的时间的范围之内 只有50%的人实现了体重降低7% 所以很多人还一半的人没有实现 而且到了这个他这个观测的时间 就是进行干预的时间是6个月 6个月之后又把他们关注了一段时间 到两年多的时候就发现只有38%的人 还没有富胖 所以那个减重不容易 减重之后保持更不容易 但是你只要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 就可以能够降低你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糖尿病的这个几率 这还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 所以生活习惯改善非常有用 在这种大型的随机分读实验中 已经被证明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好 如果感兴趣请留言 下次再见